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什么情况呢 我觉得俄罗斯呢 当然现在说 现在他们说是人弹 因为咱们我记得 咱们上次聊过地铁 又说男的 又说黑管 对对对 是男的 我已经找到了 就说 那么因为自杀式炸弹的 这个背心腰带 那这样的话 最完整的那颗头颅 就很可能是最 就是这个袭击者本人的 因为不是直接接近 因为你会从这个窗面 看得出 它是离这个袭击者 什么方向的 而只有袭击者本人 他不会是一个 某一面严重受伤的 把脑袋炸起来 因为它是一个自杀式 炸带着一个环状的炸药 所以他的头是完整的 但是其他的被害人 恐怕就是身体的某一侧 受伤是比较严重的 用这个你可以大体上建立起 当时那些人都站在什么位置的 这样一个模型 这个模型对于判断 谁是凶手非常重要 那是车臣方向吗 肯定是 而且我觉得这一次 他从技术层面说 他确实也做了一些改进 他报道上说 大概七公斤的TNT 当然他没有说 最后这个炸药 是不是黑索金 就是西方人常用的 这个C炸药 或者C4 什么这种炸药 但是他用了大量的钢珠 因为钢珠呢 这个东西 它远 阻力小 而且飞得快 这样的话 你看一颗炸弹 七公斤左右 大概就相当于一颗 反坦克力雷 或者12毫米的 这个炮弹 一下炸伤了 一百多个人 炸死了三十五个 这个钢珠呢 由于阻力小 他这个 如果是黑索金的话 黑索金大概是 暴速是七千到八千 每秒比 比TNT要快 TNT是五千到六千 这样的话 你看钢珠飞快的 穿过人脑袋的致命 那这人肯定就死了 那活不了 那就是说 有三十五个钢珠 是打了 三十五个人的致命的地方 另外那堆钢珠 又打了 好像是一百八十个人 受伤吧 这个 我就说 我说要是 我是恐怖分子的话 你要讲技术 我就想 如果是他这么容易 就能炸的话 我干嘛不同时 能挤出 连环炸呢 上回就是 对 有一个问题 就是恐怖分子的 这个资源是有限的 第一个 他的人力资源非常有限 就是你让他去 这么干这件事 那不是谁都能去干得了的 不是 黑寡妇挺多 对啊 但是问题就在于说 不够用了 不是这个 倒不是 因为这次是不是黑寡妇 我们是不知道 从现在俄罗斯的 就是所谓官透出的消息来说 不是 但实际上就是 你能可用的人弹 它是需要经过培训的 这个培训的过程 本身它就是产生成本的 而且你还要事先保密 还有一点很重要 就是说 你没有那么多的人弹 可以给你用 另外一个 你也未必有那么多的 精确领抱的装置 可以给你用 上一次在俄罗斯曾经出过这事 你黑寡妇在这个办公楼 在这个住宅楼里面 做这个手机炸弹 自己又炸了 结果来了一个 拜年的垃圾短信 把自己给炸了 这种事情是有可能发生的 那么 还有一个因素 我们要注意到 就是如果你真的想增大 恐怖系的成功率 最好是一个人 怎么讲 这个 护法机关很难去侦查 每一个人 但是如果你瞬间 几十个人都进来了 对 你刚才说一词 我问你 我怎么现在发现 这个新闻报道 俄罗斯都叫护法机构了 对 什么 修行人在哪 包括他的警察 包括他的国内安全总局 包括他的内卫 这是他整个 所有除俄罗斯联邦军队以外 因为军队不负责处理这些问题 就他的司法 这是因为 侦查人战争以来 俄罗斯在情报整合 和执法整合方面 因为俄罗斯现在 已经是这个问题 他的内外战场是分不清的 他过去可以说 我派内卫部队去打车陈 打格罗斯尼 那么我的全部的指挥方向都在格罗斯尼 我总部也在格罗斯尼 但你现在要打 你必须是总部在莫斯科 因为车陈人在哪 打你你不知道 那么你的防卫 就不能光是内卫部队 你要包括你的情报部门 你的地方的这个 甚至就我们这次看 机场的安检管理部门 都要被统一起来 所以至少车陈战争之后 俄罗斯的一个 就是整个国家社会控制的 强力部门的整合水平 是要比以前高得多的 他没有成立国土安全部 像美国那种国土安全部 但他有类似性质的 这种跨部门的机构 这是对你国土 很可能遭到恐怖袭的国家 一个必须的 这样的一个联合机构 否则你是应付不了 那怎么我听 有的那个到莫斯科的 这个中国人就说 说在莫斯科 要弄这种爆炸很容易呢 对 不是 其实也不是很容易 他自己觉得很容易 其实莫斯科的这个 各个地方的警察 比如说车陈人皮肤黑呀 或者什么 其实还是有很多人在监视的 比中国要言得多 但是现在这个事呢 就刚才说海林说的 那个对方 就是有点这个道高意识 谋高意识 对方也在做 其实对方的这个恐怖的 现在还不知道 我为什么说 如果是黑索金的话 有可能是西方 因为西方有的时候 跟车臣 原来是支持车臣的 到西方能支持 他们搞这个袭击吗 原来一直 就是包括在英国 还有很多车臣的叛逃 就在那养着这些人 后来俄罗斯跟美国交涉了 很长时间 才把它定成恐怖组织 原来就是有点像 支持我们江独 那个分裂势力 这是大国之间政治问题 那么这个组织 现在也跟咱们 这个大学里下课题一样 就是班 他拿一笔钱 比如有人想在这站 拿来 然后竞标 拿出谁手里有黑寡妇 训练有素的黑寡妇 然后把这个拿下来 拿下来二包 把这钱拿了 分给亲属什么的 他自己也赚一笔 然后再安排这个事 整个这套管理是很细的 在西欧 是有这种车臣人的凌亡组织的 那么他会负责 从西方的人权机构去接触 然后他在 人权 对 他在通过 我们注意到 西方人权机构 能支持他们 很有意思的一件事 这一次的莫斯科恐怖奇迹之后 我们去看媒体的评论和智库的分析 最好玩的事情就在这 我们的角度会说 那么这是一个反恐的 这样的一个事情 我们对莫斯科人民表示同情 但是很多美国 特别是研究车臣问题的智库 他的语气非常有趣 他说的是 我们对莫斯科人民表示同情 但我们很担心 普京会利用这个机会 去加大对北高加索的 这个镇压活动 他的这个立场 你是完全能够听出来的 就是在这个问题上 他是有预设立场的 你看最近 这个俄罗斯有一个首富 就掌握 掌握事由 那个被判刑 叫什么 这人真是有了钱 不离开俄国 就跟你死磕 要从政 结果到最后 这个判他 就是不让他参选 西方也是这么说 说普京 你这个叫有选择性 执法 我们对你这个状况 很担心 所以说这一次的 因为每当俄罗斯 要干点什么事的时候 车臣会刺激一下 然后会拽一拽 就用这种人弹 当然咱们一开始说的是 他技术层面的东西 那么从战略上来说 到底是谁指使这件事 要去最终指向普京 对普京是一种战略攻击 因为普京可能会 比如大选等等的问题 最近又弄出什么私生子 就是媒体造谣他 普京还有这情况 没有 其实是人家一个 就是什么体操运动员 跟普京比较近 就是说等于也是从政了 人家跟一个侄子照的像 最后说是普京的 什么就反正就造谣 就是不喜欢普京的人 那么因为普京对车臣 99年确实也打过仗 也对车臣也打过 后来也安排了一些事 把车臣算是平下来了 后来才有海力说的那套改革 就是我军队不上了 我用护法部门来建立一套机制房里 而应该说房子还算比较成功 其实比原来要好得多了 就是俄罗斯应该说在这方面 你想他跟这个车臣人打了几百年 他情报内线什么的 就是爆炸这件事 我们知道可能排除了几百件了 你怎么看 对 护法机构还是很有用 咱们先进行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不过这个有护法的就有做法的 这个车臣 我问你一下叶老师 你比如说假如我是普京的话 你说车臣这个改善人民生活不行吗 多给点钱让你们过好日子 你就还不过日子了 其实这个俄罗斯历史上 就是对于一个民族分离区域 基本上从一个帝国的角度来说 就是缴和斧 那只不过你什么时候缴 什么时候斧的问题 斯大林以前的俄罗斯 在车臣缴了好几百年了 那么斯大林的办法 就是干脆把你们全都挪到哈萨克斯坦就完了 但是赫鲁晓夫做的是最多的 在所有的俄罗斯的这个中央执政者当中 赫鲁晓夫为车臣人做的最多 他把车臣人全部请回来 把房子发给你们 让重新去让你们建立家园 按说这应该是给他车臣的一个利好消息了吧 但之后的就是车臣的独立运动 一下子就行了 就这个问题在于你 你已经伤害过他了 你怎么能指望 说你给他一点好处 他就说我原谅你了 然后我们就是这个平等生活的 这个大家庭的一个平等成员 这根本就不现实 他还跟你还有一笔仇要算呢 而且如果你一直压得住他 他这个仇还算不了 但是只要你给他一个机会 92年苏联是最衰落的时候 那车臣的军队甚至能把俄罗斯军队打出去 96年为什么会有第一次车臣战断的结束 俄罗斯跟车臣几乎签了一个非常屈辱的条约 就是五年以后我们再讨论你独立的问题 就你连这个话题都谈得到 可见当时的车臣的这个状况就已经非常烂 那么你这个烂的状况 跟赫鲁晓夫在之后为了补偿车臣人那种心态 是非常有关系的 你补偿的结果是伤害了周围的印骨石人 达基斯坦人以及在当地的俄罗斯人 因为俄罗斯人是在斯大林流放了这些车臣以后 已经搬到他们家里去住了 你可以说这个搬本身不是一个合法的行为 但问题是他们是在那住了好长一段时间 40年代的时候流放走的 57年才回来 十几年孩子都生在那 然后现在赫鲁晓夫说你们都得搬出去 那你一下子这个人口构成和你的民族关系就变了 而且那些到了车臣生活的俄罗斯人 他们能跟这些车臣人有友好的合作关系 你们根本就不可能 而且你说他就这个民族出这些个死事 对 他是一种什么性格 我觉得他们确实是这样 就是说车臣这些人 包括他这些女性 就是黑寡妇 其实最早的是莫斯科剧院那一次 比较典型 他们当然人家有 就是说咱们不把历史长度拉太长的话 那就是99年第二次车臣战争 因为他前面说96年那一次是印鲁晋打败了 而且重型部队全上 包括特巴林那种的燃气轮地的坦克 对 就让车臣打的稀里哗啦 因为车臣有很多俄罗斯军队的人 他那些头本身在俄罗斯军队里当师长 当什么 连武器带指挥全套 而且他们就是本来在苏联军队里就是能打仗的 最后这帮的人 那么后来第二次车臣战争 普京确实下了狠手 当然杀有一些男性被杀了 当然也西方有一些统计啊 说多少多少造成多少多少寡妇 上次好像就是一个老婆带着的小姑子是吧 小姑子俩人 上次咱们做的那期节目 那么这些人呢 他当然他也有一套培训机制 现在很现代化了 就是通过扫谁 然后说服你给你加多少钱 你去当死士 不是说那个很原始的 我就要报仇了 现在有一套培训的机制了 我上次看一个片子还讲啊 我觉得这还真是不是那么简单的一个行动 就我看那片子就说他恐怖分子 还有一个手法啊 你那个起爆器啊 是抓在手里的 后边跟着一个狙击手藏在面包车里 瞄着你 如果你临时后悔了 或者是什么 一枪打死你 你手一松也战了 他不用 上一次就是这样 他的起爆啊 不是那两个人起爆 起爆器是手机 他只要给你发一个短信过来就可以 手机上指挥者 跑都跑不了 对 这个你跑不好没有意义 因为炸弹在你身上 这是解不开的 然后你手机戴在身上 然后手机一过来 因为短信一过来一通电 就可以炸了 而这个过来的过程 其实什么时候想 他完全是在 他的这个原控制范围 认为你在这个范围内的杀伤效果最好 我这时候把短信拨过来 但这样有一个风险 就是万一有人再给你播一个短信在前面 你怎么办 就是上一次出的这个事故 发个垃圾短信 对 所以在我们国家 这个垃圾短信还是有贡献的 过年群发短信 可能能处置这个 对 这是我就说像车臣这个 他是有一个中心的这种反对派呢 对 还是有很多山头的 曾经有过一个中心 但现在应该说 因为第二次车臣战争以后 普京的这个功绩还是很大的 那么把这些人打散了 但是车臣的问题是 车臣在过去已经出了好多个这样的领袖人物 被打掉一个就再出一个 因为他的不足体制 实际上本身在反抗俄罗斯这个问题上 他就有一个争权独立的过程 就是像巴基斯坦的这个 塔利班 对塔利班一样 就是说我如果不干的最漂亮 干的最狠 在这个地方我就不能当头 我不能当头 我怎么去收税 因为他的财政支持 包括国外的这个资金来源 以及包括从国内百姓中 收取了这笔这个战争的这个 这个所谓战争税 你是要根据你的功绩来衡量 看谁那一票 看谁干的最狠 那么你就有可能成为最有利的一方 这个根子呢 跟美国人有关系 就是79年苏联进到这个阿富汗 然后美国人中央情报局 就找了很多车臣人培训 就抗苏 然后这伙子人呢 最后就都经过训练了 这套东西是个积累过程 是个渐变过程 你说他这个水平也好 培训黑寡夫也好 怎么弄你 反正弄别人 一开始都用苏联人嘛 就是美国人支持 包括拉登实际上也是那会儿的 一直涨到现在 后来车臣这个地方 成了个石油是个宝币 所以就更加这些人就说 哎呀你们要拿回来 就很多江族也受这些奖 说你们新疆要独立了 你用这个东西 西方有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吧 其中也包括西方 所以俄罗斯在鉴定 这个东西的时候 比如说有一些土炸药 他就认为是本土的这些人 独立分子干的 有一些像黑索金这种 高报的这种炸药 他认为是西方 有一些组织给的 所以他那个出钱的人也很复杂 俄罗斯有这个很大的一个困难 就是车臣并不是一个全部被包在俄罗斯领土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自治共和国 他有一部分领土是跟格鲁吉亚是相邻的 那么这一部分领土 除非俄罗斯军队打进车臣 并且把这部分领土给他切断 否则的话 你这个源源不断的武器 炸药这些包括人员资金 就从格鲁吉亚就过来了 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历史的讽刺 就当时俄军在彼得大帝时期 为什么会去打车臣 打硬骨石 就打这个外高加索的穆斯林区 是为了格鲁吉亚 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是两个基督教国家 一个是新教的 一个是东正教的 那么彼得大帝的俄国为了建立他的这个威信 他必须要打出我要解放被压迫的这个基督徒 他就挑了两个方向 一个是奔着黑海去打奥斯曼土耳其 那么就要解放这个保杰利亚这些国家 那么这些是东正教徒 这是他的神圣义务 另一个就是奔着高加索去去解放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 因为为了这个原因 他去打了这个车臣 打了车臣背后的奥斯曼土耳其和波斯 这当然他有他的帝国野心 他的帝国野心是从波斯和奥斯曼土耳其切上了一块 但这个是他的理由 而这个理由在当年使得俄罗斯在格鲁吉亚人和亚美尼亚人心目中的形象是非常好的 但现在两百年过去以后 格鲁吉亚成了俄罗斯的死敌 去帮助当年打他们的车臣人去共同打俄罗斯 这就是帝国衰落以后 你所有的盟友都是你的敌人 咱们那个清末帝国衰落就签一个什么条约 什么异合团反了 什么签一个什么条约 什么太平天国出来了 最后签一个条约 呱唧帝国垮了 看来你强的时候反倒他们怂 你弱了的时候 你死敌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我觉得你要这么说 世界上有的问题就是不能解决的 就是你好比说一个成民族性的这么跟你为敌 你又是一个所谓的现代化国家 莫斯科首都还要过着和平生活 我觉得那边就一直跟你这么见缝插针的 跟你来这个你没办法 好比说普京说那么铁腕 他敢完全的就把你占领了吗 这能解决问题吗 他是敢 但他能力上不行 这个敢和做得到是两回事 普京不是不想的 但以今天的俄军的战斗力和动员能力来说 你还能不能控制外高架索的这个 就是北高架索的整个这一片地区 恐怕是在技术上做不到 应该是斯大林的时候 在斯大林时期他是做到了 你要是没有西方干预的话 这些军事力量 如果没你打 问题是你不可能没有西方干预 对 而且你像当时斯大林 因为斯大林就是各路加车 他太熟悉这个车臣 而且他办法就是迁走 对吧 一部分西伯利亚 一部分哈达 其实你看得出来 斯大林的这个办法 就说明他已经承认我打不过你 对 我不可能在这个地方治理你 我只有把他做到人地分离 对 人地分离了以后 弄到哈达克去了 按说斯大林这问题已经结束了 结果车臣人搬到哈达克以后 在哈达克斯坦 惹出了非常大的麻烦 就是索尔林亲的小说 在古拉格群岛里谈到了 专门谈到了 被斯大林所有流放到 哈达克斯坦的各民族的差异 其中他就着力去描写车臣人 不买房子不置地 开出租车 开出租车 开卡车 就是说除了开车这件事 剩下的人 在剩下的所有职业 在车臣人看来 这个职业都不受人尊敬 只有开车是可以的 因为它符合勇木民族的天性 然后好勇斗狠 在哈达克斯坦就闹说过 说车臣人按血亲复仇的这种方式 来犯下刑事犯罪的时候 那个时候的苏联 就是斯大林的苏联有多强大 那个时候的哈达克斯坦 当地的苏维埃机关都不敢去管 在斯大林的统治下 都有人敢用这种不足方式 来解决他们的争斗 何况在赫鲁晓夫以后的苏联 这是个战士民族 当然他也就没有任何贡献 走到极端是这样的方式 你比如说即便你压得比较重 他贩毒 比如说他做一些犯罪组织 那么现在这次爆炸之后 普京有个讲话 除了要坚决打击之外 他说要搞那个 因为就像你说的 有没有没办法 你也得做 就是给钱安抚 然后让他经济形成内在的循环 其实中国我觉得 做的还不错 有些地方 比如说让他学汉语 学汉语 然后了解工业化 上完学就业 他就拿汉族的这些工作 上学上完学 然后形成自我的经济循环 这样的话慢慢的同化 这个是需要时间的 对 我老觉得要日子过好了 这个腐化能力还是比较强 但是车臣正式的被并入俄罗斯帝国 也就是一八五几年的事情 完全被俄罗斯化财一八九七年 也就是这个账 到一九二年的时候 车臣就已经变成苏维埃的一部分了 实际上俄罗斯传统在车臣非常短 他这个账 我们不要认为这是车臣是三百多年的俄罗斯领土 它是三百多年的俄罗斯领土 两百多年在打仗 实际上从二十年以后还在打仗 从来没有巡抚过 他一直就没有 那你这个地方的工业化就谈不起来 但是我有时候也挺关心这种地方的人 他们的生存状态 你说那它是一种什么生活中 人的分分钟愿意去死的情况下 他是不是活得有点生不如死 关键这个地方是这样 如果说他不是个石油通道 或者西方人没有给他钱 那他是不是用别的方式来生存 比如说我们说的巴西的城市平民 你最后都破产的农民进到城里待着 我用贩毒的方式向中产阶级收税 对吧 你富人不跟我工作 你孩子吸毒吧 我总能活 最后还都有机枪了 对吧 而且你就像是中国古人讲的 这个这属于民不畏死 他怎么不怕死呢 这是伊斯兰教传到车臣以后的一个主要的政策 就是他的 把血亲复仇的这些不足传统和伊斯兰教的训道精神 结合在一起的 这是有宗教教义在里边的 跟那个地缘估计 山水都有水土都有关系 而且就是你说的 跟那个地方 那个山地的那些人长得非常彪悍 其实我们 其实我们比如说看到 我们有一些江独分子当中也有 而且是还不是从新疆的 哪个个别地区的 这种地方的人 他真是民性 非常地 千万化以后就不一定了 对 靠几百年的时间 否则的话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珍宝总动员 当年西朗 当年雅典的斯巴达人也是 不讹多了 杀宝总总动员 正欧听 非对 很明年雅兰 我们下次见 这次资宝总集 就会出发了 可能 优优